选战倒数计时 各候选人不断的进行扫街败票 抢公最后拉票机会 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候选人 饶庆林21号上午持续抢公市区大票差 中午抵达了南清宫参拜 对于台东最有名的元宵炸寒丹及绕境活动 饶庆林表示支持 也希望未来能够进化成为嘉年华彩街 让所有的宗教共同参与 一起为台东来祈福 力拼最后扫街败票的机会 国民党台东县长候选人 饶庆林在县长黄建廷的陪同下 率领市长候选人张国舟 县议员候选人陈明峰等人 21号上午在市区进行车队扫街争取支持 中午则在宋江镇 颇复顺名的南清宫休息 饶庆林也带领大家上香祈福 希望顺利胜选 博选团队给休 然后庆林竞选团队和张培州市长竞选团队 在这里向圣大地祈求 在接下来三天的选举期间 让我们的团队所有的竞选成员 都能够出入平安 能够顺顺利利 家庭平安 喜乐 在过程中饶庆林提告 北天灯南风炮东寒丹 是台湾过年过节 家喻户晓的文化习俗活动 希望当选县长后 把元宵绕境 提升为采接嘉年华 让所有宗教都能参与 北天灯南风炮东寒丹 在台湾过年期间已经是家喻户晓的 人人都知道的文化习俗活动 我在这里尊重所有的文化 尊重所有的宗教 那对于台东的这个特殊炸寒丹 元宵绕境的活动 我绝对予以尊重和支持 但我更希望的是我们把元宵的活动 其实如果可以做成一个元宵的嘉年华 类似我们常常在台东举办的采接活动 让各个宗教同时来参与来祈福 那像今年我们就把元宵的活动 其实把它做成了叫元宵绕境祈福活动 而这个祈福是跟上天 跟所有爱护台东这个土地的众林 来跟他们祈求 希望台东的未来一年 能够封调与盛国泰民安 所以庆明在这里 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元宵绕境祈福活动 有各宗教的参与 让它能够成为一个多元文化 而且是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参与的活动 这是我们未来要走的方向 但大家也都知道 在历次的元宵祈福绕境活动当中 会有一些 在社会秩序上会有一些比较出状况 这个我们将会做更多的一个提醒跟控制 那我想这绝对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各个方面做更良好的沟通 这个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无论最后是谁当选台东县长 不少民众都希望 传统的元宵绕境 这项可以代表台东的民俗活动得以保存 在此同时也尊重其他多元文化的信仰 让彼此能够共存共荣 记得陈建林台东市报道